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济报复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为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1号 星期二奴隶 假成年4月14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人口冲击家具 加拿大打击汽车盗窃 多伦多火车转气车 游戏生工签将改革 旺氏男子酒驾三尺相中 加拿大激光大爆发 无名放烟花引发冲突 皮特特机场接获大量买民 下面先您回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人口冲击家具 联邦政府正试图限制加拿大移民 理由是在短时间内 吸收如此多的新移民 正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 人口增长似乎能再加速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劳动力调证 今年头4个月 15岁 这以上的人口增加了约41万 于2023年开始前4个月的增幅 增加了近50% 加拿大正经历几十年来最快的人口增长 去年本国人口增长了近130万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 最快增长速度 加拿大打击汽车盗窃 联邦政府正在启动 打击汽车盗窃的国家行动机会 其中包括 对汽车进行更严厉的 推进加强警察机构 政府官员和边境制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与前一件相比 多个省份的汽车盗窃率表示 微省盗窃案增加了50% 安一省盗窃案增加了34.5% 简单的司法部长表示 我们正在增加 针对汽车盗窃案 及其余暴力和有阻止犯罪的新罪名 政府正在提议 针对汽车团伙的头目和那些通过有阻止犯罪前的人 势利新的罪名 多伦多火车装汽车 20日早上 一列从蒙特利尔出发来多伦多的火车 装上了一辆汽车 导致汽车翻轨夺权 汽车驾驶员新生重重伤的被死罚业 情况被医生闻 撞击时为医生剧行 现场铁片乱飞 而且汽油漫漫 当时大多数人在火车上睡着了 然后突然被撞击进行 当时出现了巨大的撞击声 火车也开始摇晃起来 有很多铁片从窗户飞过 随后火车又停下来 被撞到汽车 已经翻轨到旁边的岛田里 留学生工签将改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来加拿大的留学生 无论选读什么高等教育课程 在毕业后 都有资格获得开放式工作签证 这跟塔门的课程是否是加拿大需求的行业无关 为了控制留学生人数 移民部长暗示 将改变毕业后工签的规定 专家们表示 沃泰华需要将其作为满足加拿大劳力市场需求的工具 并未获取拥有居留权 提供更清晰的图形 毕业后能在加拿大获得毕业贡献 一直是很多人在加拿大留学的主要有益 因为移民制度 越来越多的让这些已经深的加拿大的候选人成为营救居民 这些制度有利于那些拥有加拿大教育证书工作经验的人 男子酒驾三车相当 收入晚间安一省往时发生三车相当时 车祸发生的晚上11点30分 位于400号高速公路的Teslin路德上 车骨刺骨造成三人手刑伤 被送往医院 移民来自多人多的男子已经被带过 并未指控9家危险操作机动产量 以及血液就已经含了超过80毫克 除了这些指控外 警方还表示 它的产量将被扣压7天 并且它还将面临90天的驾照吊销 加拿大激光大爆发 上周在加拿大产生的令人惊叹的激光已经结束 但太阳对我们的影响可能还远没有结束 未来几周 加拿大可能会有更多的激光 专家表示 太阳的活动水平实际上遵循大约11年的周期 现在正处于太阳活动大气 在接下来的2-3年里 我们将看到大量的太阳活动 包括X射线月板和日缅物质炮射 日缅物质炮射是指等离子体 从太阳日缅喷射到太空 通常以每秒钟几百公里 到每秒钟几千公里的速度 消耗传播 加拿大未来几周将会再次看着激光 虽然看起来不会太精明 但太阳周期的长度 也为未来有更多观看激光的机会 乌宾放烟花引发冲突 多伦多警方表示 周一深夜 在Martin Golden Trail 发生一期以烟花引起的证据 导致迟到上来 事件发生在晚上10点45分左右 地点在Lakeshaw Bluewood和Parkside Drive 附近 两群男子互用烟花指向对方 并升级为肢体冲突 一名30多岁男子背后被死伤 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另一名男子自己去了医院 但没有生命危险 Parks机场 激活大量漫鱼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在Parks机场 激活大量小漫鱼 预计这些漫鱼 原来打算 非法欲往海外 服务机 市场价值就到40-50万鱼 上行山 雨业和海洋部 以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集合了10公斤有鱼 雨业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警告 国民今年不能前往 地震非法捕鱼和出口卖鱼 会有执法人员进行制服 汇率和天气预报 5月21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5.5元人民币 明天5月22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7度到31度 雨转多云 多伦多 16度到23度 雨转多云 温哥华 10度到18度 扫云 魁北克14到26度 扫云 喀尔加利4到11度 小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